大家好 我这一颗枝子花前段时间开完一波花后 现在长了很多的新芽出来 那么这个新芽也开始慢慢的一一坏雷了 那么如果说大家也想要自己的枝子花 能开第二波花第三波花的话 一定要抓住三个最关键的要点 首先第一个要点就是 给它使用高0高甲的0色金甲 这个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0元素甲元素不充分的话 是很难让这个枝子花开第二次花第三次花的 那么我们使用0色金甲 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新芽长出来大概10厘米左右 就开始拿来给它喷洒 按照1比1千的比例对水 然后5天给它喷洒一次 同时第二点就是给它控水 我们给它浇水的时候 一定要等到这个枝子花的叶片有点发软 下垂的感觉 我们再给它浇水 浇水的时候给它用上这种0色金甲 一起给它浇灌 这样的话有大量的0元素 给它补充 那么花芽分化就容易多了 第三个一定要把它放到阳光充足的地方 因为枝子花阳光越充足 它储存的阳分越多 那么就越容易开花 所以说大家最好把它放到太阳下养护 然后这三个方法结合起来一起 那么这个枝子花就很容易开第二部花 如果说大家把握不到位的话 枝子花一年只能开一次花 好了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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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